雲林縣長當選人張立善 在不到兩個禮拜 他就職成為雲林縣的縣長 而他身上要穿什麼樣的禮服 也成為外界也關注的焦點 今天他本人特地北上 來到新北市的板橋 一間婚紗店來挑選就職典禮 當天要穿的禮服 我們一起來訪問到縣長 縣長 請問今天您是穿禮服 挑得怎麼樣 我非常開心 從選舉到現在 今天終於可以放輕鬆 而且是來到我們雲林 非常優秀的此地 無忌鋼 他的禮服店 我看了幾套以後 我發現我應該是比較適合 這樣的一個剪裁 那也還蠻時尚的 也還蠻有設計感的 左看看右看看 難得穿上桃紅色襯衫 搭配黑色皮裙 整個人看起來相當高雅又貴氣 就職典禮要穿哪一套 雲林縣長當選人張立善好糾結 後選人服裝還有這套 黑色碎花雪紡洋裝 手臂鏤空 大方又年輕 五套禮服都是知名的設計師 吳季剛的傑作 會找上吳季剛是因為 他就是雲林的孩子 因為我以往大概也沒有穿過 這樣的一個 包括顏色也非常跳脫 包括整個設計感 實在是非常時尚 張立善最後會穿哪一套禮服 將由吳季剛幫忙做出決定 就職典禮也會邀請吳季剛跟媽媽一起參加 場地就在文化處的禮堂舉行 只是今年的場地風格很不一樣 雲林縣它是一個農業的產市 那麼我希望說可以帶進雲林縣 它特有的一級產業 它的農會農特產品 花卉把它融入在這個布置裡面 雲林盛產的甘蔗 稻米 玉米和高麗菜 以及橘子 蘋果 香蕉 鳳梨 還有古關咖啡 通通都會搬進會場裡 就職典禮推廣農產品 張立善從川到場地 把自己變成雲林的最佳代言人 就是要把雲林推銷出去 記者楊格 王一仲 SNG小組 新北市報導